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 也都是刚刚报导过 昨天内政委员会排定再审查福贸协议 蓝绿委员在门口推挤 开不成会 而中国时报则是报导 学生反福贸抗争超过了两个礼拜 部分家庭也浮现了亲子间的鸿沟 昨天有八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 发起世代对话 邀请了学生跟家长来互相沟通 希望双方能够理解彼此所担忧的事情 来看我们的报道 318攻占立院议场后 福大学生刘哲伟是坚守议场其中议员 前面几天父母不知道这件事 直到打电话回家 父母劈头就问 为什么要做危险的事 可否回去上课 行政院那一场之前 就是爸妈是还认为 就是国家可能还有别人 可以继续坚守着在异常里面 那不需要我在那边 可是到行政院之后 他发现就是 好像国家根本就没有想要听我们的声音 然后我也一直很坚定的跟爸妈讲 就是如果今天异常失守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都只能在马路边继续哭作 那他们的法案就在 异常里面继续通过 坚定表达想法也在电脑po服貌资料给爸妈看 父母十多天没和他见上一面 态度却从质疑变之迟 我休学也是经过我自己的想法考虑过后 然后我爸妈他自己也讲说 这件事 因为他自己看完我给他们的资料之后 他就说这件事真的是完全影响你们的未来 吴妈妈的孩子十多天都是在立院外进座 面对哲伟和其他学生代表 说出了绝大多数父母的担忧 邀请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表达想法 台大师大等多所大学学生会 希望家庭内亲子也能像这样对话 化解分歧 记者林小卉省志明台北报道